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哥念完 我也懵了 因为我平时自己买 也不会念出来 我就觉得卫生巾的名字应该起得直接一点 体现功能性 你就比如说超能吸的就可以叫 瞬息全宇宙 夜用的就可以叫 兜易秀 我就让小哥别管这些名称 随便给我拿两包日用和夜用 小哥更萌了 怎么还分日用和夜用 早知道接那个桶装水的单了 有画面了 有画面了 我就怕小哥把单给取消了嘛 我就赶紧安慰他 我说可是卫生巾轻啊 小哥没有搭理我 我明白了 他是思想负担重啊 他又问我 他说你要290厘米 还是420厘米 我说290的 我没敢纠正他 是毫米 这个点很准 这个点真的很准 我的房间都没有两米酒 买回来当地毯都放不下 两米酒 能把桶装水吸走 这点太热了 吕博伟也才两米 我以为选好卫生巾就没事了 没想到不到两分钟 小哥又给我打电话了 完了 没有黑塑料袋了 我说我也不买塑料袋啊 那不就暴露了 我不明白 就暴露什么了 就难道买卫生巾会坐牢 买得越多 判得越重 那他买的还是两米酒的 有贵族小脂肪 他也插翅难飞了 小哥还跟我说 他说你这一趟也挺贵的 这个跑腿费 你要不再多带一点东西 划算点 我后面想了一下 他应该就是想让我多买一点 给卫生巾打掩护 就跟他说 那你再拿两桶桶装水吧 没有没有 没有这么说 我就让他给我带了一箱牛奶 结果送到一看 那个牛奶都在透明的塑料袋里 那个卫生巾在牛奶的箱子里 巧的是 牛奶的箱子上 还有三个大字 是牛奶的广告语 好吸收 其实我不理解 小哥在羞耻什么 因为十年前 就有男明星代言过卫生巾了 我也觉得没问题嘛 男明星他流量大嘛 但当时还挺多人骂他 这种脏钱也挣的 其实我也不理解 这怎么会是脏钱 因为他代言的是卫生巾 又不是无卫生巾 不过我们老家 现在确实还是会把月经 这种东西说成是脏东西 就比如说会说什么 金妻不能上坟 会冲撞祖先 我也不理解 因为祖先他也不阳间 而且啊 而且如果就是女生 真的来月经的时候 阴气重的话 那职场的阴气 会不会很重啊 就那么多女员工 来着月经还要上班 会不会冲撞老板 为了老板的安全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修立价 我可以接受调休 绝境之后再补班 讲这个段子是因为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报道啊 这个报道里面就说 就是我们女生这一辈子来月经的时间加起来 总共有六年半 然后如果你想要用好一点的卫生巾呢 它大概会需要花到五万块钱 我当时看到这种数据我就非常的震惊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写一套段子 通过这套段子 赚过五万块 所以我和其他演员不一样啊 他们是来追求梦想的 我是来赚经费的 如果淘汰了 没赚够 那我就在这里呼吁一下 卫生巾卖便宜一点吧 或者也可以换一个方向 就公司可以考虑给我们女生交五险二斤 好 谢谢大家 我是蔡蔡 太好了 还能发 还能发 新语歌老吴弹了 老吴弹了 弹了弹了弹了 来 各位 手中的投票器 不要忘了 锁票通道开启 这是我们五十多个演员里面 第一个有一位选手开始 说到了 卫生巾羞耻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真是 特别特别棒的一个话题 谢谢 谢谢 他太厉害了 他就在于他中间一直弄翻爆破 你感觉这爆破已经顶到 不能再顶了 他居然后边还能一直翻 哇 天才 天才 因为其实我这篇稿子 我们编剧什么的也帮了很多忙 比如说子涵什么的 他们也有帮我改稿这样子 我觉得他这个特别好的示范 就有些东西你要讲 对对 说破无读嘛 女性可以讲 男性应该也可以讲 明白 因为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语言改变行动 然后行动 然后最后会改变你所有的这个思维方式 其实有一个我们不用去讲 你要不要有什么羞耻感 从一个什么事情做起 现在很多公共场合的一些公共厕所 是免费提供卫生纸的 我觉得公共场合应该向女性免费提供卫生金 对 是的 当我们意识到这个事是可以在公共场合得到免费支持的时候 人们的思想就会慢慢的就会被改变 所以先 这个可以啊 是的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永远都说是我倒霉了 我们的词说我倒霉了 后来说什么大姨妈 其实我们从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说过月经这个词 所以我们会特别感谢就在很多的舞台上会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开始讲这个词 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第一步讲月经 下一步可以讲必经 这都是女性必经的一些过程 必经之路 当然 必经之路又来了 跑出来 就是你要讲这些 只有讲了人们才会慢慢的没有那所谓的羞耻感 其实我认为它不是羞耻感 这是我们的隐私 对 但是我依然要求你可以直面这个词或直面这个概念 98年的时候我主持中央电视台第一档节目叫健康之路 整个那月四期就是在讲经期 然后当时呢 我26岁 那会儿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后来呢 有一位协和医院的专家就反复告诉我 说赵老刚你记住 你这四个 你这四周这一个月下来你什么都不要学会 你就学会一件事 你勇敢地把它叫月经 蔡蔡把这个话题用脱口秀的方式说出来了 对 让我们来想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 正事啊 一个正事 对了 谢谢蔡蔡 谢谢 棒 好了 蔡蔡你要再等候去等候 我太太太强了 下一位将要出场的选手 和脱口秀关系很密切的老朋友 吴兴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温云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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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龙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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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时常感觉自己是一个经常内耗的人 就是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 但是我脑子里已经先走一遍了 就比如现在 我对打车的评分就非常敏感 因为有一次打车 我打到一辆3.2分的司机 就那一瞬间 我就进入战斗状态了 你这浑身的细胞已经调动起来 已经在想怎么应对它了 就是它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你把烟掐了 他说我不 我说那我投诉你 他说你投诉就投诉啊 帮帮给我来两圈 这谁受了 但是你知道那天我要赶车嘛 就没有取消 结果一上车就做错了 我说师傅 刚刚那个隧道是不是应该下去 师傅说 哎 一样的 我说不一样吧 我前面绕很大一圈 哎一样的 我说好像不一样 前面是另外一个 我说一样的 我说我来不及了师傅 一样的 然后我就不敢再说了 因为如果它仅仅是绕路的话 应该不至于3.2分 而且不光我们给司机打分 有的订单结束之后 司机还会给乘客打分 就是我当时就想 如果他给我打成了五星好乘客 会不会显得我很好欺负 就是试问有谁当想五星 想当五星好乘客 我不想当五星好乘客 我想当一星坏乘客 我想当半星坏乘客 我想当那种 不要说3.2分的司机 2.3分的司机 接到我这一单的瞬间 也会拿出最高的工作状态 把手上连掐了 对不对 然后问我抽不抽 而且该说不说的 有的车里太丑了 实在是太丑了 就是坐到他那个车里 我就瞬间理解了网上那句话 就是钻他被窝了 那感觉就跟他过上日子了 没有区别 就是他喜欢吃什么 喜欢喝什么 你全都知道了 你知道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臭男人 完了之后下车 还要给他个好评 这臭不要脸 下车就拉黑 未来12个月之内 我不想跟这个臭男人 过一分钟日子 我知道啊 我知道有些司机师傅 他们工作很辛苦 他们平时是会睡在车里的 所以说它会有味道嘛 对吧 但是呢 就是他们被投诉 还要扣钱 平台一点事都没有 他只会告诉你 我们下次改进 要我说别改进了 别改进了 师傅自己觉得没味道 而我已经习惯了 你要真想解决这个事 不如直接出了规定 以后网约车公司管理层 上下班必须自己打车 打快车 打特惠快车 打3.2分的特惠快车 打专车还不给报销 我发现我最近可能是 骂了太多打车软件了 大数据好像发现了 就是前两天打车回家 给我发了一张豪华车体验卷 我就用那张卷打车回家了 说实在的 就是我感觉 用那张卷的时候 我心里很别扭 我感觉这个APP在点我 就是如果你努力工作的话 是打不到臭车的 不得不说豪华车真香 豪华车司机不叫司机 叫私务员 私务员 我感觉他是开这辆高铁 来接的我 下来一看 戴着什么领带 马甲小西装 感觉我是来接他的 而且你知道就人在做一些 不符合自己经济状况事情的时候 就会想显得很熟练 我也是 特别怕那个司机看出来 我是第一次坐 车上什么可乐 零食 气泡水 我是控制控制再控制 没控制住 喝了一瓶最贵的 而且那是我第一次 想让车开慢一点 你知道每次我打到那个臭车 都开得飞快 这辆车就转眼得快上高价了 紧接着那个私务员 就说 吴先生 晚上高价封路了 我们可能得从地面绕一圈 我说 谁死 我虽然心里想的是yes 但是到了嘴边就变成 好的 这就是我心目中有钱人的声音 好的 好的 可以 而且我对打车这个事儿 就是最不可思议的 就是如果你们看社会新闻的话 就会发现 就每隔一阵子都会有一个新闻 就是未成年人或者女生 然后大半夜打车 然后被司机 这个事儿最根本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后果 就这种新闻看多了 我打车都没有安全感 大半夜打车 往那车上一坐 手机说 平台将全程保护您的出行安全 然后就没了 怎么保护我的 你倒是说呀 你很多事情 再多加半句话 就不会发生了 很简单的 平台将全程保护您的出行安全 如果司机骚扰乘客 带乘客去别的地方 将处以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吧 你把这事儿光光光机一告诉他 他就不会发生 当然了 当然了 如果一夜更深的时候 比如说一夜里两点之后 对吧 大家都比较困 怎么办呢 加深一下印象 然后记得更清楚一点 是吧 平台将全程保护您的出行安全 如果司机骚扰乘客 带乘客去别的地方 将处以三年以上几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机对着手机 五年 行程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这边 谢谢 最后这个对的 哎呦 我想要笑的 来吧 哦 吴星辰 好惨啊 吴星辰 我说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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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锁票通道开启 来 请蔡蔡 我们来看一下 蔡蔡和吴星辰的得分情况 我猜吴星辰120分 590分以上 绝对的 棒棒棒棒棒棒 精彩 好棒 显得我们晋级的好弱呀 我们本事就好弱呀 哎 竟然没有超越Kate 原来那边才是上位区啊 191 191 就差两票了 就最高了 是吧 蔡蔡回到等候区继续等待 071 m Mzo 加油 星辰 加油 咱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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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加油 加油 拜拜 哎 奶奶 academ 加油 improvement 加油 星辰 拜拜 接不住 蔡蔡在讲到中间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结束了 结束了 我以为她会从一开始的话题 过到别的地方 但是一直延续了这一个话题 很完整 这真不赖衣 这我真没办法 没啥 这 老实说我当时就是懵的 我在上台之前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 我没有办法好好完成这个表演 而不是我的票数是多少 所以其实都不在我的预期里面 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是懵了 我觉得今天新人太厉害 太厉害 我现在看新人就是毛骨熊 有一种要把脑架打趴下的感觉 我们整个的好笑区里面的最后一位 仍然是女选手 让我们欢迎欣宇 孙云 大家好 imal 大家好 我是周新雨 然后单身很长时间了 这人单身时间一长就非常容易变痕 就像找个人玩弄一下感情 然后找不着 就不像我们这些男的脱口训员 对吧 不管他们长得 有多么幽默可爱 都可以找到女朋友 只要好笑就好了 我现在讲了七年脱口秀了 我现在也快有女朋友了 我之前甚至绝望地 问一个男的脱口训员 我说我为啥一直没有恋爱团 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很丑 他说没有没有 你一点也不丑 但你一点也不漂亮 就你整个人太过于平凡 格外的不出众 又有一点点不起眼 我说那就是路人甲呗 他说没有没有 路人丁 你都有点困难 你看不看过《真话传》 你就是里面那个青鹰 我说青鹰是谁啊 他说对了 懂了吧 其实我找对象要求也不高 我就是希望拥有些普通男生的待遇就好了 对吧 你看现在随便一个男的 他身边的女朋友都很好看 我也不是说这个男的有多难看 但是真的不至于 女孩也没有多么多漂亮的配她 他确实是有点多了 我真的会去问一些女生朋友 就这种美女朋友 我说小灰 就是你到底看上他啥了呀 他说我就是图他的踏实可靠啊 我说踏实就可以了吗 我从小踏实到大 怎么就没人图 但我也能理解对吧 毕竟踏实可靠的普通人好找 踏实可靠的帅哥是真的没有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偶像剧 对吧 我现在看偶像剧心态都变了 纯粹就是猎奇 我就是想看看最近又出了什么新款爵士好男人 我不光要自己看 我还要拉上大家一起看 大家快来看呀 世界上竟然有这种 又帅又有钱 还踏实专业的好男人 真是见鬼了呀 孟彦晨 他这个如果早点讲还是挺能打的 而且就是这样的男人他还只能做男二 我妈今年的56了还非常爱看偶像剧 我感觉她的状态就是老娘活了50多年了什么没见过 就这种男人没见过 我们女人有属于自己的科幻片 现实中的帅哥我就见过一种 就是围着美女转的 美女只需要说帅哥来一起聊天 帅哥就走过来了 我都震惊了 我心想帅哥这么随便的吗 怎么我每次叫帅哥出来喝酒 帅哥都会问我 除了你都有谁呀 所以我更喜欢跟美女朋友一起玩 因为他们身边真的围绕着很多顺客 我有时候就在想 我说那要不消化一下吧 见见他们不要的 或者玩过的 对吧 我又不在乎 打个招呼就好了嘛 这个帅哥没人要吗 没人要拿走了啊 还有朋友问我说 你这样不害怕被骗吗 有些帅哥很渣的 我说那就在平台交易吧 对吧 谈过三次恋爱 久诚心 有点版图 只能算威侠 不想谈了还可以出给姐妹 含泪 要不是离开上海 真舍不得出 我知道这个段子 有些男生朋友心里会不太舒服 觉得我在乌画男性啥的 没有 我只是在乌画帅哥 和你们没有关系啊 而且你经常能听到一种 对美女的刻板印象 就说什么玩累了 找个老师人嫁了 我就想等到一个帅哥说 玩累了 找个老师女人娶了 这时候我就可以出现 我在这儿呢 可以娶我 但事实是 我等了三十多年 一个都没有等到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 被哀的事实 就是帅哥是不会玩累的 帅哥可以玩到很老 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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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玩成一个老帅哥 玩到七老八十了 躺在病床上 哎 美女护士 今天除了你 还有谁啊 谢谢大家 我是周欣宇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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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鼓什么 很好 挺好 挺好 还能打呀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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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帅哥美女 来为心语投票 谢谢 谢谢 心语因为有比较多的 在线下演出的经验 线下还会更冒犯一点 我们想听一下 冒犯我 冒犯我 对不起 今天收着了 害怕被骂 冒到哪种犯呀 主要是冒犯帅哥 我们这不行 小张老师 做文涛老师 我们是 目标是一致的 他那个点就是讲到什么 影视剧里面所有那种 那种形象 然后就是我每次也在想 现在就很多东西写的 就离我们现实生活 特别远 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也得这么写 对 玫瑰都不是 就很接近生活 所以 如果一直都看这些 咱们身边发生的 这些事的话 咱们真的是会容易 摔倒得太快了 心会很累 所以我觉得 你那一点就正好 打到我这了 然后我就是还想问 就是如果就是 比如长得好看的女孩 她一直在换男朋友 或者是她在谈恋爱 或者是然后你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 就你会很主动的跟她 还想成为朋友吗 我身边真的有朋友 一直在换男朋友 我就好羡慕啊 其实以前那个 我听过一个那个 如果单身了 想那个自个儿 哄自个儿的一个方式 就比如说你喜欢王鹤蒂 你就把你们家 那个蓝牙耳机 叫王鹤蒂 拿手机就说 王鹤蒂与你配对成功 就是 然后你可以 所以你家各种各样的 你可以找各种偶像的名 然后来跟她配对成功 再加一套 我这意思就是说 其实大家单身不单身的 大家都可以自个儿玩嘛 开心的 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对 开心就好 心语今天你干件特别好的事 为什么老说在舞台上 你需要去冒犯 然后有时候人会感觉到被冒犯 但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冒犯和感觉被冒犯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各自都拓展那个边界 他在调侃 我们共同会去鄙视的那些人和现象 在过程当中 我们各自都感觉到很 那种畅快的感觉 然后边界被拓宽 所以我特别谢谢心语 帮我拓宽了我的边界 谢谢 谢谢陆云老师 而且就是像你刚才说 冒犯不冒犯 还就是我说这个艺术就差一点点 我觉得你啊 这个火猴啊 拿捏的 我想帅哥也不会感到冒犯 当然他们感到冒犯我也不在乎 是吧 我是说我听的时候啊 真的 这个冒犯不冒犯啊 拿捏就在一点点 你有这么一个笑模样 而且你处理的啊 是一个轻轻巧巧的俏皮风格 谢谢 谢谢老师 棒 蔡蔡回到台前 最后 最后 我们先看一下心语得分情况 我觉得蔡蔡内容太好了 我完全被她的表演蛰伏了 就是什么191还是要比赛什么 我已经完全不在乎了 心语演的时候其实我会稍微 没法判断 觉得现场反馈也是挺好的 都会很高 太坏了 心语应该没那么高 不是 没办法 191太好了 太可惜了 可惜 心语应该不会低 低肯定不会低 但191真的太难打高 对 心语也非常非常棒 很好的成绩 再次感谢心语的表演 同时祝贺 祝贺 蔡蔡成为了好笑圈 最后一位晋级的演员 祝贺 蔡蔡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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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到 包括演员 还有笑语团也好 我觉得他们给我的反馈 都有点超出我的预期了 当时我就已经开始担心了 我想我那我下一篇他们就会知道我就是不怎么样的 永远在自我怀疑的 我最喜欢他进整个段子的方式 就是很帅气 就是我就要表达这个 我觉得大家可以探讨 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拓宽边界 不断的让所有的观众可以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不同的表达 听到不同的声音 就是真好 金宇 对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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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很棒 好 拜拜 拜拜 今天确实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我觉得一切都非常完美 遗憾的话就是真的很渴 我希望能够在非常水润的状态下表演完 而不是就上嘴唇站到上面下不来的状态 她的东西其实是犀利的 但是她个人的那种舞台魅力 然后又很好的综合掉了这个东西 不会让别人觉得冒犯 我觉得欣语那篇稿子如果不是轮到车轮战的话 是值得晋级的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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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带尤容 好棒 好棒 真的是很棒 很好 都带尤容 好 各位 在大笑圈 好笑圈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目前所有 晋级的脱口秀演员的名单 我们来看 请看 记得是第一秒 帅戏啊 记得第一秒 什么 什么 记得倒是第一 目前我们一共进入到 下一轮次是22位 而比赛还没有结束 给大家观赏 微笑圈给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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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问题了 大家 这个房子是多少瓶的 你现在好大瓶吗 我现在好大瓶的 你这个房子大小还能随便便宜的 主要是租客比较多 想要空气全靠自己挤 自己想要几瓶 几几瓶咯 几几瓶咯 几几瓶 怕不是海天好友吧 这都被你发现了 海天好友几几瓶 想要多少几多少 空亮干净外带性 搞一瓶不 欣赏 微笑圈整体中轮圈没有障碍困 大家轮流上台表演 台名前四的成功尽棋 让我们掌声欢迎 程鲁领导来了 你今天幽默了吗 你离成功就差一个幽默 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 我当爸爸了 我说I'm fine thank you 我卖的是洋艺 我粉丝叫我猪 我是ENFG 他们叫我快乐野猪 这当然太密了 他真不是应该微小圈 他是巨小圈 我说大哥你有这鲜心 你直接给我唱不好吗 有本事单挑啊 我感觉我不会来游览桂林的 我应该是来收复桂林的 做老人真难 儿子也不像 关怒也不像 太大了 微笑个片 全是大笑 你个个都很炸 看到我们那个大笑圈的朋友们很惭愧 不断地往你脸上砸那种暴梗 你躲都躲不堪 他的存在让哈圈就是太好看了 我跟他们必有一战 现在公布比赛之后的结果 什么情啊 找牙找牙找朋友 找到海天好朋友 感谢脱口秀的饭搭子 海天好友 和他的朋友们独家冠名播出 国民白酒 真正纯良 陪你共度快乐时光 感谢快乐酿造家 老村长酒 联合赞助播出 每位曲奇去多多 有豆就是好曲奇 感谢超好吃的去多多曲奇 首席特约赞助播出 天不怕地不怕 油内的碗都强大 感谢双硬盒强内户 让成长更大感的皇家美素家儿 赞助播出 找回状态 卖动回来 感谢随时随地帮你尽败 好状态的卖动行业赞助播出 新疆番茄是个宝 来晚茄黄错不了 感谢茄黄赞助播出 8月20号起 每周二周三 19点 会员抢先看一周 每周五衍生节目 VIP会员19点更新 SVIP会员12点更新 腾讯视频全网独播 微信搜一搜 拖友 过去更多演出资讯 每一个欢笑瞬间 Jump来了 腾讯视频会员新品 年轻人的专属套餐 腾讯视频TV版 极光TV同步播出 大屏观看更畅快 关注腾讯视频SVIP 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追剧资讯 领取SVIP优惠 首次关注 排科免费充 SVIP年卡会员哦 上微博 进入脱口秀 和他的朋友们话题页 为你心中的暴耿点赞 感谢独家社交界底平台 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腾讯视频 腾讯视频VIP 极光TV 腾讯视频SVIP 腾讯指引 腾讯新闻 QQ浏览器 小世界 腾讯娱乐 感谢新浪新闻 三连生活实验室 中期网娱乐 鲜龙网娱乐 滴滴丽丽丽城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同频团 古大白话 东东枪 雷斯林 颜红 韩松洛 黄小妖 KEK444 增余里 通山甸里 软角沙溪 水母 无心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